下班之后同事还要联系你 我就觉得我真的接受不了 所以我感觉我下班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澳洲工作跟中国工作的一个区别 我在差不多20岁大学毕业之后 在国内工作了三年还是四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包括我来澳洲之后 这边给我工作上的一个文化冲击的感觉是什么 在国内工作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带心摸鱼 像我在国内从事了大概五六份工作 我总结出来就是 在国内工作一半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摸鱼 因为我从事的不是体力活的那种工作 摸鱼如果摸的时间久了的话 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空虚的 因为有的时候怕被领导或者是同事看见自己在摸鱼 有的时候其实内心也 在国内工作第二个好处就是中午的休息时间比较长 有的时候我甚至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在中午 就是从差不多十一点半到一点半这个区间 可以让我休息或者是take a nap之类的 中午它会给你一个比较长的一个relax的时间 然后你下午的话就可以好好地工作这样子 那国内第三个好处的话 它就是可以有那种什么参补的 或者是免费给你提供中午饭这样子 在国外来说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做不到的 像我在新西兰跟澳洲从事的这些工作 基本上都是要我自己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饭 然后第二天中午带到公司去吃这样子 有提供中午饭其实也算是国内公司的一个福利吧 然后现在我们来聊一聊在国内工作的一个坏处 其实我不太愿意去说很多国内的坏处 我就是按照我之前的经历 然后做一个对比就这么简单 那在国内工作最大的不能忍受的一个地方 就是工时比较长 在国内如果你不是公务员或者事业边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享受一个完整的双修 在我们小县城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单修 极个别可能是单双修 反正我毕业到现在 我就是没有遇到过很多就是有双修的一个工作 除非你是什么课外辅导老师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双修这样子 没有双修的话 它就会占用你非常多的工作时间 但是你在工作的那段时间 你也不可能去完成一些提升你自己能力的一些东西 我自己的话就没剩多少时间会跟朋友出去玩 或者是跟家人待在一起这样子 因为我工作最大的需求就是享有一个双修日 跟一个稳定的一个工作 但是没有双修日的话 对我来说还真的是蛮崩溃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工资真的非常非常低 反正从我毕业之前跟我毕业三四年之后的工资 我没有感受到一个明显的增幅 反而有降低的趋势 我在中国奋斗那么多年 我靠这个工资 我是不可能去实现我的财务自由的 不用说去买房子 我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中国打工的理由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下班之后同事还要联系你 我就觉得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是在我们当地的一家 类似于半个有点跟政府打交道的 这么一个企业里工作 所以我感觉我下班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我工作是为了生活 但是在国内的话 我的生活就完全变成了工作的一个感觉 然后在国内工作的第四点坏处 就是它没有按照劳动法规定的那个 public holiday去给你休假 就是国庆一般不是都是七天时间吗 但是呢 有些私人企业 它可能只给员工休大概三天到四天的一个假期 所以我觉得在国内的话 劳动法真的不是特别的care 在国内的话 作为一个employee 你的权利可能没有那么的被看重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挺难让人接受的 然后第五点的话就是老板给你的PUA 这一点我真的是深有感触 那个经理会画大饼给我说 如果你的某些能力再提升一点点的话 我就可以给你安排到另外一个岗位上去 但是我知道他根本就做不到这样 但是他会给你做成一种好像很容易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你就可以努力的为公司奉献很多事情 可能国内他真的会有一个画大饼的一种文化吧 但是我自己是真的不吃这一套 那以上就是我在国内工作四年的一个总结语 那么我现在来澳洲的话 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在圣诞跟新年这段期间呢 我们会有一个长假大概是十天左右的一个假期 然后我现在还是在休假的状态 之后大概一月三号的话会就开始上班了 然后进入一个可能比较高强度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现在的话就可以给你们说一下在澳洲工作的一个区别 那先说一下来澳洲工作的一个坏处吧 那我总结了一下在澳洲工作的话 大概有三点 其实让我自己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第一点就是中午休息的时间特别的短 就是给你30分钟的launch time 30分钟是无心的 然后你可以在这30分钟之内吃饭聊天休息都ok 但是它只有30分钟 过了30分钟之后你就要马上投入到工作状态中了 所以的话可能就30分钟的话 对于大部分在国内上过班的人来说 可能就是会比较的快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大部分公司它不提供午餐 所以在国外工作的话 你就肯定得养成一种自己风衣足食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持有打工度假签证的话 你工作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体力活 体力活的意思就是你的每分每秒都得需要付出你的体力 不像在国内你可以轻松做一个文员或者是接待 或者是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 在澳洲的话你就真的需要用到你的肌肉跟速度了 澳洲的话他们是非常追求效率的一个国家 然后有些工作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会给你去摸鱼 所以的话你就必须得在一些特定的工作上 你就必须得去付出你的体力劳动这样子 这一点跟国内相差其实还是蛮大的 甚至有的时候你工作一天体力劳动下来 你连饭都不想吃就可以直接睡觉了 然后在澳洲工作的第四点坏处就是 如果你作为一个临时工的话 你的工时很有可能会被减掉 因为临时工的话就是公司有需要的话 你就去如果公司不需要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回家 然后有些公司的话就是临时工的工时会特别的少 可能一周也就20个小时这样子 按照你的时薪算下来的话 你的周薪不会特别的高 可能也就几百块澳币这样子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来说一下在澳洲工作的一个好处 那我们以临时工为例吧 在澳洲工作的第一大好处就是 它的工资非常的高 那我这边说的工资是按照时薪来算的 在塔斯玛尼亚我工作的地方 它的时薪是30块钱每个小时 换成人民币大概就是将近150块钱人民币 因为澳洲是全世界时薪最高的国家之一 所以的话它这边的时薪还是不错的 那甚至我在澳洲这边工作 一个小时呢就相当于在国内工作一天也有可能的 二点好处的话就是有双休 基本上这边的每一个工作都会给你一个保证 就是说你每周工作 它是会给你两天的一个休息时间的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比国内大部分工资都要来的好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它的public holiday比较多 然后如果你是全职工作的话 你大概一年中可以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时间 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 如果你在澳洲你周末要去上班的话 它是给你双倍工资的 周六好像是比平时多一倍 然后周末的话好像是比平时多两倍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想在澳洲攒钱的话 那周末工作的话 你的工资会比平时高一些这样子 然后第六点好处的话 就是你下班之后完全不需要去联系同事 处理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你下班之后就是你还是你同事的话 就跟一个陌生人一样的感觉 就是在澳洲跟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话 就是你下班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同事老板他们都不会来联系你 或者去干涉你想做的一些事情 那以上就是我在澳洲跟中国 工作了一段时间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